因為糧、麥和米剛好足夠我們吃 但是近年中國人有錢 開始吃多了豬肉、牛肉、羊肉 所以就要養豬牛羊 我沒有記錯 如果養豬那隻粟食一斤麥 他要食四斤麥就生一磅肉 一磅麥就生一斤肉 不,就是四磅麥就生一磅肉 一比四 牛就是8磅麥 身1磅肉 牛是最奢侈 最浪費地球資源的 所以大家其實應該要減少吃麥當勞 不要受那些歐美宣傳廣告影響 中國盧民什麼時候有吃牛的 以前春秋戰國所有的平民是沒得吃的 只有官才可以吃肉的 所以吃肉者皮這句說話是這樣來的 是不是 所以呢 它夠麥可以供應到 米可以供應到 但是搞不定那些養生畜 以前的做法是怎麼做呢 就是炸了一些大豆 炸了油之後 嗯 就將那些豆 還有割了一些麥之後 將那些和趕 就是那些剩下的那些肝那些東西 就打碎了它 就拌了一塊那些那些東西 就給那些生畜過冬了 嗯 就是那些乾草啊 那些麥趕啊 嗯 就打碎它 所以因為這樣呢 中國就仍然需要 輸入大量的大豆了 還有甚至有部分的玉米 所以美國現在賣給中國的最大量的農產品交易 就是大豆和玉米 嗯 那個理由就是這樣了 嗯 因為那個大豆最好用的 它來到就可以炸了油 炸完油之後剩下那些渣呢 就全部拌了那些草啊 爛草啊 那些割了那些麥啊 和啊 那些那些草呢 嗯 就可以一筆袋 就可以用來餵生畜 但是現在有人呢 就去提商啊 種的那些麥呢 就是麥仔 都還沒發育的那些麥仔呢 嗯 割了它呢 那些就有營養啊 對那些豬又有藥 你不如割 不如你不要種那麼久了 要不需要等到它 就是秋天有得 就是現在種 要等到秋天才有得收成的嘛 嗯 現在割了它 我收了你收成了 嗯 我出高價 那如果你想想農民計算了 如果我現在要等那些麥收成呢 第一件事麥就不會收到很高價 是 第二我由現在去到秋天 我中間還要給農藥啊 又要給肥料啊 又要給人力啊 又要什麼啊 成本很高了 是啊 那所以你有沒有留意過 我們現在香港 越來越多那些菜心仔賣啊 嗯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留意過街市裡 多很多菜心仔賣啊 嗯 什麼菜心仔賣啊 菜心仔賣啊 就是很細條的菜心啊 嗯 就是那些農民 不要等它長得大了 嗯 短一點時間我割了它 就馬上可以賣又賣貴一點點了 是 那麼大陸就發覺 原來這些東西的背後呢 就是有那些大農業公司呢 入了股啊 嗯 那麼他們現在就想 鼓起那個小麥 所以現在大陸佬呢 就要出面去禁止這個東西 要去做 就是排查了 嗯 就是說不准 押苗助長 現在就不是押苗先收 嗯 就是不准這樣早期收割 要等到那些墨真的長大了 那顆大墨啊 那顆大墨啊 那些收墨 國家一次過收 那這樣東西啊 老實說 嗯 全世界也是只有 中國大陸可以做的 是不是 嗯 就是不是專本主義的國家 就可以做這些東西了 嗯 但是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說整個 小麥的生產呢 就會減的 供應會減的 然後呢 今年還有很壞啊 我不是很懂農業啊 印度是超熱啊 是啊 上個月已經有四十幾度 四十八度 四十九度 是 那到底這件事對 對這個 農作物 小麥的生長是好似啊 不好似呢 我不懂啊 事實上 過去歷史上 歐洲很多場革命 都跟饑荒 和糧食有關係 是啊 對 但是 所謂什麼 叫做什麼 那些 雨情不時嘛 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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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王夫妻與月王勾錢的鬥爭 初時是夫妻贏了勾錢 勾錢後來找了幾個所謂的賢臣 就是范麗和後來和西斯走的那個叫什麼 我先看看 等一下去到後面 我先看看 用幾個人的策略 所謂十年生罪教訓 然後打贏最後滅了吳國 他叫做 范麗 但你知不知道他用的方法是什麼 種田望天打掛 不可能會連年封收 可否和天升提起 那邊的年來大概 因為天升路會轉 有不好有好 舉個例子 這半邊是好 這半邊就好 就是很簡單的道理 這個就是陰陽道理 What goes up must come down 所以其實它的定律是什麼 六年刊六年封 那就是說 十二年裏面有六年會是封收的 有六年會是刊的 收不到好谷的 所以就要在封收的時候 就大量儲糧 第一 就平衡物價 不要讓糧食賤價 跌到農民 種了出來都血本無歸 就平衡 看見 那些人 就平衡 一枚 一枚 一枚